我们仍然利用举真的质 以及他所定在相量组之间的质 之间的联系来开展 他们之间等价关系 联系以及区别的学习 举真的质呢 是用非灵指示的最高阶数定义的 而相量组的质 是用极大线性无关组 所含相量的个数来定义的 看起来这个非灵指示 和我们的极大线性无关组 这种线量组的线性相关系之间 好像没有什么联系一样 一个是行列式 一个是相量组 对不对 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联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一个矩阵A 有一个R阶指示不为灵 那么这个不为灵的指示 它所在的列线量组或者航向量组 线性相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的结论是 这个不为灵的指示 所在的航向量组 或者列线量组 是先行无关的 我们通过一个直观的分析 来看看 我们的结论 矩阵A 我们有一个R阶的不为灵的指示 我们用一个浅蓝色的区域 把它框起来 假设这个区域就是我们R阶指示 所包含的航和列交叉处的元素 由于这个R阶指示不为灵 换句话说 由这些元素所构成的子块 它所对应的矩阵 就是一个可逆的一个小矩阵 而可逆的矩阵 我们刚才学习中间说过 可逆的矩阵 那么它所对应的航向量组和列线量组 就是先行无关的 因此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这个子块里边 它的元素所构成的 例如列线量组 就是先行无关的 那么这个小的列线量 和我们完整的矩阵A的列线量 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了 在这个图中间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小的这个列线量 其实就是把矩阵A所在的列 卷出了一部分维数出来 而在之前学习中间我们说过 那么这个矩阵A的列线量 就可以成为这个小的列线量的一个 什么了 三维 也就是说 子块所对应的列线量组 和矩阵A对应的列线量组之间 就是一个分为组和降为组的关系 由于我们子块所对应的限量组 是先行无关的 因此它所对应的分为组 按照我们之前学过的理论 那就是先行无关的 所以通过这个直观的图示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我们的R阶指示不为零 与它所对应的 降向量组和列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之间 是具有密切的联系的 那么换过来我们来看 假设一个矩阵A 它的某R行或者某R列 是线性相关的 那么这R行或者R列所能选出的R阶指示 是什么样的了 这个命题其实就是上一个命题的 你否 你如果信息相关 那么这里是说 有一个 我们把它否定应该怎么说了 就是 R阶指示 全为零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 都不会出现这种不为零的情况 全为零 同样我们可以得到 如果矩阵A 它有R行所构成的 向量组 或者R列所构成的向量组 是线性无关的 那么显然 这R行或者R列中间 至少能选出一个 R阶指示 是不为零的 这样我们就发现 其实矩阵的质 与它所对应的列向量组 或者行向量组的质 虽然它们的定义方式不一样 但是它们之间 仍然具有非常密切的 一个内在联系 那么这种分析 对我们所谓的 现在组等价 和矩阵等价之间的 联系和区别而言 是不是有帮助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学过的矩阵的等价 对于矩阵A和B而言 首先它们得同行 也就是说 杭数对应相等 列数对应相等 那么这个时候 关于矩阵等价 我们有三等价的说法 第一个就是存在 可逆矩阵P和Q 使得PAQ等于B 这其实与我们矩阵 本家的定义是类似的 通过有限次的 粗等行变换和列变换 可以变为B 第二个就是 它们具有相同的标准型 也就意味着存在可逆的矩阵 TSUV 使得TAS等于UB 它们具有相同的 等价标准型 第三个就是 A的质与B的质相等 这是我们之前 在矩阵理论中间学过 矩阵 等价的一些说法 而关于相等组等价 我们来看看 对一个相等组 α1 α2 αR 另一个相等组 β1 β2 βS 首先我们把它 所对应的矩阵 写出来 即为A和B 我们会发现 首先对相等组等价而言 它并没有要求 两个相等组的各数相等 也就是说并没有要求 R与S 一定要相等 因此对于限量组等价而言 它们所对应的矩阵A与B 不一定同行 它们只是 对于我们这个列限量组而言 那就是杭数相等 列数可以不同 我们再退一步 即使它们的各数相同 也就A等于S等于N 也就是这个时候 对应的矩阵A与B同行了 那么对相等组等价而言 它的定义是 两个相等组能够先互线性表示 也就存在N结方针X与Y 使得A等于BX和B等于AY 同时成立 而我们之前利用矩阵方程的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 它又可以写成 矩阵A的值 等于矩阵B的值 并且等于真光矩阵AB的值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 矩阵等价与限量组等价 即使在同行的时候 它们的冲销条件 是不一样的 而矩阵等价只要求 两个矩阵的值相等就可以了 而限量组等价 除了要求 对应的矩阵的值相等之外 还要求它们要等于真光矩阵的值 大家想想 这两个狮子哪一个的条件更强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自然可以得到结论 对于同行矩阵而言 它们所对应的略象量组 如果等价 意味着矩阵的值相等 并且要等于真光矩阵的值 很显然它可以得到矩阵等价的同样条件 因此相量组等价 可以堆出 它们所对应的矩阵是等价的 前提是这个矩阵是同行的 但是反过来 如果两个矩阵等价 我们只能得到它们的值相等 但是我们并不能得到 这两个值与真光矩阵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 对应的限量组等价的同样条件 因此矩阵等价 它们所对应的限量组 不一定等价 换句话说 限量组等价 它的要求会更高 有一个额外的信息 所以将来在判断 矩阵等价性 和限量组的等价性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相关的知识弄清楚 最后我们通过一个立体 来对今天的学习做一个总结 那我们已经知道 两个限量组 α1α2β1与β2 它们所对应的矩阵 也是同行的 要我们证明什么呢 α1α2与β1β2等价 两个限量组等价 大家想想 该怎么证呢 首先显然 α1与α2 它们的对应分量是不成比例的 因此是先行无关的 同样β1β2对应分量也不成比例 因此β1与β2也是先行无关的 矩阵的质 这等于对应的限量组的质 都等于2 但是这只是 矩阵等价 我们要对应的限量组等价 因此我们必须构建出 对应的真光矩阵 来求它的质 我们不能由 对应的矩阵质相等 也就都是2来判断 必须写出真光矩阵 求出真光矩阵的质来 化简为阶梯形以后 我们很方便求出真光矩阵的质 也是2 按照我们之前 总结的 我们的从小条件 就能判断 由于矩阵的质相等 并且等于真光矩阵的质 从而 它们所对应的限量组 在我们这里 就是两个列限量组 那么是等价的 并且我们还可以得到 α1α2 是α1α2β1β2 所构成的这个限量组的 极大限性无关组 同样β1β2 也是一个极大限性无关组 所以它们不仅等价 由它们所构成的一个 整体组大 极大限性无关组 我们这一讲的学习 就到这里